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查博士瓜倫,余高 博士,你由緣化回來 陪老婆,一定要陪的 當然,你娶人做老婆 沒有理由陪她 她喜歡去日本 我也喜歡去日本 你衣服都不同了 我這件是今日天熱,你穿這件 這件不是香牛沙 香雲沙 這件真的正式意大利 是積的 不是印花 一看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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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報料 那些報料 那些報料是不同的 一看就知道 那些人會看到 那些很難做的 一個日本一個入意大利 其實那個手工藝 真的 你可以說 跑贏很多全世界 現在日本不行 以前日本時裝也有 現在日本差不多 很多地方都是Made in China 但它也好 日本有很多公司在中國設廠 派一尊人去 派一些人設計 QC控制得好 但很可惜現在 現代特別男性服裝設計師沒有了 真的沒有 你走出去 立即追到名牌 你看那些男性服裝 我就沒有一件看得上眼 甚少 是來不中看到一件 那些意大利高級名牌的皮褲 都有些設計 有些品味 其他看不上眼 很少很少 很少漂亮的男性 反而現在我自己喜歡 想一些款式自己找人做 更便宜 買一些布料給人做 這些我自己的布料做 沒得看的 就知道是很棒的 這些觀眾會問 博士回來 今天有些甚麼要說 那些東西仍然是非常多 你宅主要說 你問甚麼我回答甚麼 問淺一點就行了 不要用心 這個中央的高官 夏寶龍主任來香港 來的時間相當長 大家覺得 這次是否說 香港的不可以 要下來交代 要怎樣做 連中聯辦都信不過 挺好 我昨晚回來 打開電視 在日本看到他有些發言 這次我變成寶龍公公 寶龍 他去下寶龍 他叫寶龍公公 即是哪裏流水 哪裏被崩了 哪裏被寶龍公公 下來做寶龍公公 補得不錯 我昨晚看到電視 我們鄭雁雄主任 中聯辦 全部呼籲馬照跑舞照跳 你聽不懂 電台也直接那段 浴宅出來 古照炒 古照炒 雞照叫 女兒照溝 烏就照貪 你不貪烏就不成社會 我認真 當年雍正皇帝鑽殺清官 他說貪官可惡 但清官更可惡 你貪名望 貪社會的讚賞 你貪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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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皇帝 甚麼差都不能動 7-11 以前德國很開放 譬如說 以前我試過三十多年前在中國開會 我提倡要搞紅燈區 新加坡也有 歐洲也有 德國七十年前有 為何中國沒有呢 即是做偽君子 因為 在地球人類歷史上 最古老行業就是雞鬥 以及殺手 兩大行業最古老的 為何會沒有呢 後來知不知為何會沒有 又考慮你的台帳 你先說哪一天 中國為何不整紅燈區 中國不整紅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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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儒家思想 不是 這真是值得大家網友 中國人要三思 他後來是中國最大權力 在意識形態的人 跟我的對話 就是關於紅燈區的問題 因為江總書記 沒有權力說這些對話 中宣部 不是 管理式形態 他們有一個另外一個組織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共產黨整套架構 就是跟蘇聯 台面有一套 台底有一套 台底有一套 扎實拳那個有一套 你是不知道哪一套 打哪一套 所以 我是去到中國最頂尖人物 可以動動這些意識形態的路線 我為新加坡 大家經常說 研究中國問題 研究中國歷史 唱好中國 講好中國故事 我那次 最近才跟左派的人士吃飯 我經常叫我講好中國故事 我怎麼講 來到有沒有雞叫 有沒有什麼 是嗎 是嗎 有錢找到地方玩才行 到時你說放蛇 你怎麼搞 剛剛 以前還有大富豪 現在已經沒有了 很多都沒有了 現在你朋友來香港 你不知道隔壁是好玩的 是呀 真的好炒 香港做什麼好玩呢 我們都在問這個問題 當然 這個問題 博士就在節目內會常討論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電影金融獎 嘩 又是洗白眼 很可惜連本書 也有部分的東西印錯 劉青雲的名字印錯 其他東西印錯 總之有些東西欺負了 不過 這個金融獎最大的反響 就是最佳電影 就是《級十九歲的我》 就得到 這個真的有很多爭議 因為事前都曾經出現的疑問 就是究竟這個電影 既然不能夠正式公映 它怎樣去參選 可不可以退選 結果金融獎局管理層就說 現在沒有這個退選機制 結果出來的時候 最佳電影就是這個電影 我先申報利益 因為我也是第一輪的評審選民之一 我沒有選過這個影片 在任何獎項中 但問題就是 去到尾 這個結果成為了一個 所謂的最佳電影 很多人有一個批評 事前他引起這麼多爭議 甚至有部份被拍攝的同學 認為這個電影侵犯了他的私隱 所以這個情況 在網上引起極大的爭議 我看到在網上 我保留一些意見 在節目中說 過月四個字 求人得人 真的嗎? 求人得人 是 在電影界來說求人得人 是 博士絕對有權 有這樣的資格去評論這件事 另外有些事 我私人想問博士 據我所知,你也是食家 我就在某個程度 是不可以稱得上食家 是嗎? 因為在現在的時代 很多人做不到 譬如你做一隻和花獎 你給10萬元美金都做不到 我吃過 不過是很多年前 現在禁了 10萬元美金 做一隻和花獎 做一隻和花獎 你做不到 現在就算你香港找靚的燒鵝也做不到 因為用冰鮮我 用冰鮮我 用冰鮮我 所以是很嚴重 就算你做一隻炸子雞 也很嚴重 也很嚴重 因為你的食材不行 可以 我卻很卑微 我只做一隻白粥油炸鬼 那個更深奧 因為在食物 最簡單的食物 就是最講究的 你普通以為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就是最講究 譬如當年 我有個師傅留下一本素菜譜給我 幾百年前 即是以前那些大的寺廟 所有達官貴人來 他跟你的身份和你捐的香油有多少 然後請你吃甚麼風格 現在寶蓮子也有 你每個人上去吃的素菜是那類的 不同的菜式不同 用的材料也不同 我有個好朋友 幾十年前 我請他去吃過一次素菜 幾十年後 那兩年見到我 他說他一生人都未吃得回 因為他有一些大的廟 特別以前在青山古子 有一間尼孤暗 清涼法院 他是一個尼孤一生人做一個菜式 每一天 他只做那樣菜式 變成他好像日本人 變成像公 即是像人精神 像人精神 因為他那時的素菜 你要預早一兩個月訂 在幾十年前都是清涼法院 在節目中可以多說一點 吃東西的那方面 這個就不只吃東西了 這個是文化歷史 為何有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不見了 為何會出現這些菜式 舉個例子 為何在沿河之前 突然間 會有這麼多有錢人 可以吃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做鹽 鹽商 鹽商有了錢之後發達了 正如你剛才說的 說好一個哪個地方的故事 你沒有東西玩 沒有東西吃 還有甚麼 不知道說甚麼好 不知道說甚麼 就是說安全 現在最安全在香港 全部不想動 不是喔 剛剛有新聞 美國聯邦調查局 抓了兩個中國特工 涉疑在那裏開了中國海外警署 那個是另類的 那個跟香港的安全系數 是另類的兩套東西 但是我們支持的 因為香港現在非常安全 絕對安全 但是它是在政治上稍為安全 明白的已經是說 由日至、由至及興 它忘記了由至及衰 所以一直衰下去 天天都要託那些港幣 所以才找這個補洞公公出來 就是補洞 補洞 就是補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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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 所以最近 我剛來的之前看新聞 就十二度金牌 召這個貿易波回去 要見國務院的資產管理委員會 照廢 我們港元有效 香港土地是國產 對不對 不是香港的資產 香港土地是中國領土 屬於國產 三千元呎你都買 你怎麼可以自賣 你就不問貿易 怎麼可以速四百多元呎 節目說 好 還有當然世界大事 究竟法國這些 俄羅斯 很多首尾 但我們一定要提提 就是上次原本我們有說 但漏了的 就是買保險的問題 是的 應該要講保險 這個要求 說金融 即將來香港經濟 繼續有甚麼跡象 那麼豐富的內容 大家記得收看 《茶博士掛頓》第十八集 或者是一條禁食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O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